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一位被称为中国好声音的PK王 他的名字叫高瑞 他有一副不可多得的好声音 他的嗓音和歌曲完美地契合 可以完美地诠释出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高瑞用这首世界上不存在的歌 编织出一个美妙的梦 他把歌曲唱到所有人的心里 把听众都带入了歌声的情感和意境里面了 歌曲中由优雅沉重的大提琴开场 这个乐器的出现和他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 就是那种稳重 我们从高瑞的歌声中 能够明显地感受到他的那种稳重 以及他对声音很好地掌控度 每一个转弯 每一个真假音的切换 都是非常的淡点自如 拿捏到位 他让音乐给大家助了一个梦 一曲高瑞 世界上不存在的歌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有一首老歌 曾经陪着我上课 来自曹梦作合 叫做失恋真仙联盟 有一个女孩 总是把革命记错 每次问我都说成 失败着联盟 我们再也没见过 可我一直都记得 这书是双并不存在的歌 也许你已经忘了 也许你已经忘了 这个无形的过错 却在我心里 越来越深刻 在某个角落 也许真的有这首歌 如果你听过 会不会想起我 我们再也没见过 可我一直都记得 可我一直都记得 这个无形的勇心真价 这个无形的过错 这个无形的过错 却在我心里 越来越深刻 这个无形的过错 却在我心里 是谁送你回家听怎样的 也许你已经忘了 临别羞涩的沉默 遥远的吹过 在某个角落 也许真的有这首歌 如果你听过 会不会想起我 如果你听过 只记得嘲笑我 国风少年霍泽 为《欢乐英雄》 献唱插曲《逍遥行》 霍泽富有情感的声线 和柔情的演绎 让听者仿佛走入 刀光剑影的江湖之中 初见你 少年郎 梦昨日梨花又开放 随年流逝 换一身的戎装 霍尊有极肤情感的 声线和柔情的演绎 让观众身临其境 和剧中的人物 共悲共喜 让人感受到一种 空灵洒脱 悠然旷达 自有逍遥 无拘无束的感觉 我们先来欣赏 由霍尊为我们带来的 逍遥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初见你少年郎 梦昨日梨花又开放 随年流逝换一身的戎装 白发依然肩伤 踏前山路回转 对旧声歌小林人在岸上 斗落一身风霜 马蹄身香车断人长 年华梦袖 年华既在一起不清 摩扬 解酒饮被风霜 逍遥自在四方 提笔三级归途人 两茫茫 谁的情声 悠雅 故人竟在他乡 何处是我停泊的地方 夜半终生回答 舍不得回头望 那一盏雨或是为我点亮 谁在月月期盼 遥望一世安康 冬去春来有一年过往 噢 吻 天命 啊 杁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的心情 我的歌 歌手楼亦霄 携手四郎共布 深情演绎 传唱经典之作《在那东山顶上》 他们的歌声纯净悠扬 深入人心 《楼亦霄》演唱民谣 《在那东山顶上》 清澈的嗓音 又像把您带入音乐的殿堂一般 《楼亦霄》联手四郎共布 为您演唱经典歌曲 《在那东山顶上》 震撼全场 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在那东山顶上》 震撼全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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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起白白的月亮》 天青姑娘的面容 浮现在我的心上 年轻姑娘的面容 浮现在我的心上 哎呀 哎呀 哪里 迷回啊 妈 哎呀 哎呀 哪里 迷回啊 妈 在那冬山的衣裳 生起白白的月亮 年轻姑娘的面容 浮现在我的心上 年轻姑娘的面容 浮现在我的心上 哎呀 哎呀 哪里 尼也收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啦呀 你嘛一啦 走 在那东上 亭上 生起 白白的月亮 年轻姑娘的面容 浮现在我的心上 年轻姑娘的面容 浮现在我的心上 歌手周生演唱了一首 《亲爱的旅人啊》 他把这首歌作为毕业生的暖心毕业礼物 这首歌曲改编自日本的音乐家 木村公作曲并演唱的 《总是一遍又一遍》 《亲爱的旅人》 送给我们人生道路中 陪我们走过很长一段时光的旅人们 周生的歌声 空灵动听 空灵动听 轻柔温暖 他的散音仿佛能扶平人的心灵 在这个中文版本的歌词里 也唱出了许多人生的轨迹 就像《千雨千寻》这部电影的小火车一样 人生就像一趟有去无回的旅程 我们就这样沿着轨道 不断告别 不断遇见 《亲爱的旅人》 没有一条路无风无浪 会有孤独 会有悲伤 也会有无尽的希望 我们一起来欣赏 由周生为我们带来的 《亲爱的旅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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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の青さを知る 果てしなく道を続いて 見えるけれど この両手は光を抱ける さよならの時の静かな胸 ゼロになる体が耳を澄ませる 生きている不思議 死んでゆく不思議 花も風も街もみんな同じ 生きている不思議 船のどこか奥で いつも何度でも夢を囲う 悲しみの画像に尽くすより 同じ唇でそっと唄を 閉じてゆく思い出のその中に いつも忘れなくない 囁きを聞く 粉々に砕かれた鏡 夜にも新しい景色が映される 始まりの朝の静かな窓 ゼロになる体が満たされてゆけ 海の彼方にはもう探さない 輝くものはいつもここに 私の中に見つけられたから 三世の中に見つけられた 独自の中に見つけられた 你现在收听的是 希望之声广播电台 由子凌被您主持的 你的心情 我的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一首来自 迎合作词 与锦洛作曲 楚歌和散仙演唱的古风歌曲 《山中仙居》 山文层叠的绿绵延不绝 唯有鲜铁乘风而来 赴旧约听一曲《山中仙居》 仿佛置身其中 流连旺法 《山中仙居》 山乱苍蝶 里面颜不绝 我要心帖 乘风而来赴九月 《山中仙居》 繁星似玉 切切 芭蕉绝闻仙月 腰台声音听宫阙 闻仙月 记住唱歌上天节 上天节成竹圈 不要只剩九重天 成竹圈 无妨换雨断离去 天又清雀 碑又烟难归 月又阴雀 人又往事不可绝 尘光细微 长月色尽头 若无千泪可流 千岁不归 言其是非 云云可危 言其茫围 此情已催 谁 或可忘了 尝眉 深穷可不知悉 但被恒然被念醉 不知悉 情深已鹫一片醉 深穷可不知悉 一梦复生相思会 不知随 把酒摇曳光花水 若不济长落落叶 若到梦长寸不倦 若是人要去无离别 若落花不恨流水 若同学不愿春 若荣地又去愿作美 把酒却问仙月 腰台声音听光阙 问仙月 记住唱歌上天节 上天节成竹圈 不要只剩就重点 成竹圈 无风唤雨断裂去 神中可不知随 半杯恍然白宁醉 不知随 情声一咒一片随 神中可不知随 你莫复生相思会 不知随 把酒摇曳光花水 不知随 情声一咒一片随 不知随 把酒摇曳光花水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 习相远 这是三字经中 家喻户晓的几句话 平顶山市 回族乡 自然村 有一位117岁的老人 张学里 他能够完整地背诵三字经 这也是他铭记了 一百多年的经典了 117岁的老人 被三字经用了一个多世纪 做到了经典永流传 这位老人和台风少年团 合缠三字经 年龄相隔一百年的五位 林林后 和这位超越百岁老爷爷 齐聚一堂 带领众人 重温启蒙经典 让更多的人 一起欣赏到经典的美好 感受到了经典的力量 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人之初新本山 新香进西山园 狗不叫新乃仙 叫直到贵一串 人之初新本山 新香进西山园 狗不叫新乃仙 叫直到贵一串 你忘不再引出 自不愿断其入 斗燕山又一方 叫无此名去遥 仰不叫富之过 叫不言识之过 自不学非所以又不学 老何为 欲不戳不成情 忍不学不记忆 为人自方消失 心事有心灵异 相救灵能温馨 笑语倾诉当之 若四岁能干离 提长已先知 收消息 是家人 是魔术 是魔问 一而识 十而半 百而前 相而弯 三彩着天地人 三光着日月星 月春夏月秋冬 四四时云不穷 越南北越西东 四四荒阴湖州 越失农越共享 四四明 三彩着天地人 三光着日月星 月春夏月秋冬 四四时云不穷 越南北越西东 越南北越西东 四四方云不穷 越失农越共享 四四明国之良 三四经传道经 成故已与诗心 修我深 表我心 永不负 花下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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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